政府即将修法应对包括假新闻在内的网络乱象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透露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修正案 预计下一个月提成国会 一旦通过警方未来在调查网络相关的罪案时 将会有更大权力 而网络平台业者也必须出台更严格的条规 来验证用户身份 从2022年至今年11月中 共有21156宗和我国相关的有害内容被设媒平台下架 另外还有198宗和假资讯相关的案件被立案调查 其中5宗被控上法庭并且被定罪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坦言 现阶段每当网上出现假新闻或其他有害内容时 当局难以追查用户的真实身份 因此当局计划修改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促使业者加强网络平台的认证机制 例如强制规定用户在开设账号时 必须提供手机号码验证身份 我们明白我们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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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也就是Bidance 也就是Google 能够重新判断 如果有客人要开启户 就像如果有客人要开启户 如果要开启户 必须给他们电话号 张面群还说 随着现代科技改变 民众对网络的使用率上升 各种相关的威胁事件 也不断增加 因此修订的草案中 也会赋予警方权利 向社媒平台业者 所取用户资料 以方便调查各种 网络犯罪活动 包括假新闻 我们相信 在这一期节目 如果被拥有 我们拥有 PDRM拥有 充分配器 把这些资料 关于这些资料 希望我们可以 能够充分配 再次准备 由PDRM 张面群透露 这项修正案 在上个星期五的 内阁会议上 已经获得通过 预计下个月 就会送交国会 寻求通过 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